我们来继续学习对象菜单的功能 在对象菜单里面 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第一个 变化面板 前面我们在做步伐案例的时候 有用到变化面板当中的一些功能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讲解变化面板里面的 这些功能特点 第一个 变化当中的位置 前两个位置和选择是使用比率最高的 两个对象的功能 位置 那么从它的字面上去理解 可以对图形进行移动位置的调整 比方说 现在我在这里绘制一个矩形 填充颜色 有些时刻我需要对矩形进行排列 我需要沿着矩形的边缘进行重复复制 这个时刻 我就可以直接在位置选项当中 指定它的数值 X轴指的就是水平的移动 Y轴就是上下 我在X轴这里输入50Y轴改为0 选择应用 应用 复本为0的情况下就表示我们只需要移动 而不是复制 我就来改为1 应用 这个时刻注意看 那么两个图形之间就移动了50毫米 注意这个50毫米指的是 不是这个之间的距离啊 这里是没有50毫米的 是从这边到这里的距离 也就是相对于 矩形的左边 移动到另外一条边的位置 那么这个距离就是50毫米 也就是参考知识以图形的最左边 倒退左边或者最右边到最右边都是一个意思了 移动距离为50毫米 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常见的就是我需要图形 直接沿着它本身的边缘进行移动 我现在不想去输入它的尺寸 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变换位置里面选择 号右 号左和号右 当你说选择号右的时候注意看 那我再点击应用 它就会沿着直接捕捉图形的最右边进行复制 那么复制局的大小就是图形本身的大小 那我就可以快速的在这里将图形进行排版 多了 删掉一个 往下也是一样 所以在某一个这个排版当中 用这个方法会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我选择删除 选择图形 我也可以让它从右下角 这样复制 或者是右上角进行复制 或者是左上角 那么这个位置的移动 主要是两大块 一块就是数据 一块就是直接通过我们图形的 它的中心点的定义 让它产生移动的效果 在位置里面 水平移动的时刻注意 它x的就是水平移动 那么往右为正数 往左边为负数 y轴就是垂直 往上为正数 往下为负数 注意看 我现在选择 负 40 应用 往下走了 往下复制 那么我现在选择 这边 负数 Y0 不要复制 我只要移动吧 往左边走 正40 往右边走 那么这就是在变化面板当中 位置这里的一个移动的功能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下截图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 在这里面 它的左右的定义 向左为正数 这个没修理好 这我先截图过去 在笔记当中来记就行 对象里面的变换位置 变化面板 对象菜单 变化 第一个位置功能 主要用于 移动 复制 对象 在这里复制的时候 X 左右移动 向左为 复数 向右为正数 Y轴 上下移动 向上为 正数 向下为复数 复本 用于修入 复制的 数量 复本为0 只移动 不复制 对象 那么这里 主要讲的就是 关于变换里面的 位置 功能 那么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 旋转功能 旋转功能 前面我们在提到的时候 它重点的 包括有 旋转时候的角度 以及它的中心点 我现在在这里 绘制一个圆形 在属性的 柄形这里 可以控制 圆形的 圆形的 这个柄形的角度 在这里 给它来上一个 30度 我可以通过 这个玩法 来绘制 我们的 摄像环 选择为 旋转 旋转转里面 第一个角度的修入 如果现在我想 以30度的 以30度的这种 柄形来进行 重新复制 那么首先 它在复制的时候 肯定是 每个柄形 和柄形之间 移动过去 表录 中心点在这里 那么我现在 移动角度 也就是它 本身的角度 所以这里 我就直接给它 修入了 就是30度 中心点 我们把它定义为 左下角 可以手动 在这里进行移动 也可以在这下面 点击 我想以这里为中心 用左下角为中心 那么对应的位置 注意看 就是左下角 这个位置 数量 本身已经有了一个 我再要复制 11个 就刚好 构成一个圆形 我先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复制一个 那么你重复点击 就一直复制下去 我想这里 已经有了六个 那我再复制四个球了 那么整个图形 就全部复制好了 所以在我们的旋转里面 重点的参数 第一个 角度 第二个 相对的 中心点的设置 一般我们很少用 坐标去定义中心点 因为不准确 因为这里面 我们需要定到位置的时候 去查看 这样的坐标词会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在这里来进行设定 这是旋转的设置 旋转的功能 输入角度 以及中心点位置 输入角度 以及我们的中心点位置 进行设定 这是旋转功能 那我们继续往后面看 旋转里面 旋转出的对象 可以对它进行填装颜色 按照我们的理解 按照我们的理解 M Y 在这里面 你也可以让这个C的颜色 往上那走 改为0 中心点 在正中间 旋转 再旋转 15度 首度旋转也可以 那么这样的幻点会更正一些 我们可以将它的对比色 给填装出来 那么青色对比色 就是大红 黄色对比色 我们的C 加M 等于 蓝色 C加Y 等于 绿色 那么就可以在里面 这些颜色进行填充 而且连得更细的 可以在里面进行选择填色工具以后 标准填色 在里面进行设定 这个颜色 这里的三个颜色 那么都是由C和M构成的 这个摄像环的色块 这个色块离谁近 我们就颜色就选择 跟它一样的颜色 选择 它离C近 C给它一半 离M比较远 M给50 在这三个颜色当中 是不准备有Y的颜色的 所以在这里面 Y和黑都没有 看这里 这边反过来 那么它是离M比较近 爱着M的这个色块 离C比较远 C给50 K为0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就可以了 就可以很快的 沿着我们指定的方向 把摄像环的颜色给填充出来 这里还是M一半 这里就没有C了 那么是M和Y构成这三个颜色 所以Y给50 K 接着要改为0 这边 没有C M50 Y100 K为0 选择均匀填充 先指定 你也可以在这边先指定一个颜色 Y100 C 50 K 为0 没有 没有M 最后一个 选择单色填充 C18 Y50 K为0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12个颜色的摄像环 就绘制好了 这里重点 所讲的 还是选择工具 填色这一块 我们前面有提到过 选择填着工具 或者说 你选择颜色以后 直接双击 在这里面进行调颜色 也是一样的 我选择填色工具以后 在上面标准填色 这个地方来设定颜色的数值 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往后面看 第三个叫做 缩放和镜像 重点的 这里我们用了 用了适当的缩放功能 现在我需要 在这里删掉一个点 注意 先给它 CNQ 转取线 双击 删除这个锚点 缩放和镜像 一般来说 我们就直接使用镜像的功能 就可以了 我将它缩小一些 就这画面当中也是 把它的比例缩小 我现在得到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在这里面可以设置水平镜像 和垂直镜像 两个选项 垂直就是上下 水平就是左右 选择水平镜像 左右进行镜像复制 同样的镜像是不是 也可以设定为中心点 那么在左右翻转的时候 我们一样可以设定中心点 我想要拿到右边为中心 注意看 会发生什么 选择副本 不要 应用 注意看 那么它就能够进行左右翻转 我会选择左边为中心点 它就往左边进行翻转 如果我输入数值 我想来三个应用 注意看 这一次可以复制多个对象出来 和右边 那么这里就是 左右翻转 再翻转 复制来得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图形效果 那么同样的还有上下 作为水平镜像去除 不用的时候记得把它去掉 选择垂直镜像 上下翻转 中心点定为这里 然后选择三个往下走 那么这时候也能够得到我们想看到的这个效果 选择它们再继续 然后右边 这里选择左右 选择它们上下左右去掉 然后下面 上翻转 我们可以看到 就会非常快速的复制多个对象出来 那么这里都是通过镜像来得到的 多个水平镜像 我们最初始的 只有一个什么呀 三角形 那么在镜像的时刻 如果说我在镜像的同时 还有比例的缩方 那么又会得到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会得到这种效果 它不单单上下镜像 并且在镜像的同时 给它缩下来源的50 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是 越缩到后面 它的图形就越写 一般来说 我在镜像 我们不会再去设定它的这个缩方比例 然后第四个大小 大小就是直接对图形的尺寸进行设定 我们在上面这个地方 也是可以设定图形的大小的 比方35会改成50改就行 在这里面改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同样的缩小的时候 可以得到它的副本 这是最大的功能 我选到左下角 将这里先改成30 改完以后 我想这里 现在是按比例的 把不按比例去掉 把按比例去掉了 不按比例锁小 现在我改成20 高度改成12 中心点的左下角 并且复制一个 这里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缩方大小的同时 以它为中心进行复制应用 注意看 它就得到一个图形 如果是我们在这里进行移动 在这里进入 输入数值调整大小 是不可能得到副本的 最后一个 倾斜 选择对象 倾斜 倾斜的时刻 同样的可以一边倾斜 一边得到副本 30度 应用 清晰 有需要复制 哪一个 清晰 清晰 我们就可以沿着这某一个角度 继续的 清晰复制 多个对象 得到这种效果 那么这就是 变换面板 这一块的 当然使用频率最高的 还是前面两个 相对 频率会比较高 这种效果